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边框字 这个字叫边框,边框字,或者有边框这样的做法 这种边框,这种inscape很老做 这个基本上不是jimp或者photoshop这样子的强项 因为这是比较属于造型或者形状的一个表现 那个jimp或者photoshop比较是照片颜色的,或者照片图层混合上的变化 比较属于颜色的,但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碰到类似这样子,少量的不多 所以我们在顺便这个过程中来讲一下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好不好 然后我们来开一个档案好不好,OK,就是这样子 好,我们假设一个新的档案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先跟它增加一个背景层,就会是这样子 好,我们先把背景层关掉,这样你比较好理解 这样你比较好理解,我来看一下 OK,好,那首先呢,我们画一个圆好不好 我们做一个最简单,边框要怎么做出来 最简单的,好几个方法 第一个,各位,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挑圆形 各位你看,我们在拉的时候,这个上下左右是可以变化的 你如果按Ctrl,有没有 按Ctrl,它就是从中间开始变化 那你如果按Shift,它就是会固定,会按照等比例的变化 Shift,你试速度角就等比例变化 那这样子就很容易按Shift,就可以很容易的拉出一个正圆形出来 好,那边框要怎么做,这个在inscape太容易了 可是它这个软体就不是inscape 它做边框反而是一个很需要一个,你有个概念去转换的过程 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它为了让你方便做,有一个给你最简单的一个概念 你按编辑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填充选取的范围轮廓 一个叫对选取描边 在它的概念里面,描边就是这个边框 我们先来看什么 那个选取轮廓什么意思 我们叫填充,前景色填充 里面就是用inscape叫做fear填充 然后这个地方叫边框,它能够填充内容 边框它要怎么办 边框它按这个地方 对选取范围描边,描边的概念都是边框 所以按下去 你的边框要,你是要颜色单色有没有 Stroke line,我们先用单色宽度 基本上就是这样 Stroke边框 好,那就画出来了 选取 那个全部选 边框其实蛮丑的 如果你不讲究的话 大概这样也可以 通常我们稍微要往上拉一点 对这样的边框都 不太看得上眼 好,那我们就先把它关掉 再来增加一个新的 确定 先把这个暂时 把它关掉 OK,就是这样 如果不这样做 你能怎么做 你能怎么做 就是一般我们常见的 像inscape这样加加减减 那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概念 这里有四个功能 如果我们先用一个矩形 就这样子 按Control 就是一个矩形 这个第二个是什么 各位看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取代 你按一个新的 旧的就会不见 你按一个新的 你按一个新的 旧的就会不见 你按一个新的 旧的就会不见 取代 它还会同时 然后再过来这个是什么 取代 按下去 它就会是不见了 就会是这样子 好,这个叫取代 然后这个是什么 加入目前 加入目前跟它相加 有没有 相加 好,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删除 删除 来看一下 有没有 删除 删除,你要把它退掉 按一下退掉 然后这个地方呢 叫什么 那个交集 交集,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地方交集就起来了 它就是有四个 一个功能项 来点这个东西 取代 取代 点一下就取代 点一下就取代 取代 这个是什么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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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加入 就是把加起来 好,你懂了 就是这样 OK 选举全部选 好 理解这个加减乘除 这些概念之后呢 我们还会在其他地方 运用到 请你先把记得 选取可以这样加加减减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做一个 你先画的时候再按Shift 那个证元就会出来了 我们现在看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这一个我要教你的是什么 先把它选取完之后 把它 存成路径 存成路径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这个轮廓 可以暂时被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 你按右边这个路径 你就会看到 它暂时被储存起来 你也不用管 好 就会是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样做出边框呢 我们怎么样做出边框呢 我们怎么样做出边框 首先呢 我们把它加大 画出来的东西还可以加大 这几个概念你一定要很熟悉的运用 你对选取 才能够有比较好的掌握 选取 有没有看到 扩大 我扩大了25匹首 好不好 30 这样你比较好看 30匹首 OK 有没有扩大了 扩大了 扩大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图层 各位有没有看到选取呢 不管你怎么按都不会动 核心概念 我们现在 跑到路径 各位 这是我们刚才存起来的形状 你按右键 它会告诉你 你刚才存起来的那个形状 我们称之为路径 你可以转换为选取范围 加 移除 跟交集 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个 加减乘除 好 我们现在要移除 因为我们刚才存的 我们刚才存的这个比较小 对不对 是比较小 因为我们把它扩大了 先把它扩大了对不对 之前存的比较小 所以呢 这一个 减调 减调 我们等一下要从这个拉进来 你看 有没有 这一个 减调我们进来的 是不是就一个边框出来了 对就是这样子 像算数学一样 所以前景色 编辑 前景色填充 填充都是填充选取的范围 很漂亮 很漂亮 它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用选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呢 把它 全部选 全部选 去掉了 像这种路径 路径的概念 是非常好用的 就是 透过路径 你先把它存起来 比方说我们在 按一边 有没有 路径 转为选取范围 是不是又掉出来了 刚才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存起来之后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掉出来 随时随地都可以掉出来 随时就可以掉出来 那就是这样子 选取全部选 这是一个 从这里的概念 那另外一个图层 我们再来教你 这个也不见了 我们再加一个 新的图层 另一个我们要教你的 是一个 这样子的概念 假设我们先画好了 一个圆 我们先直接填充 这个圆有了 这个圆有了 然后现在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我们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圆放大 这个选好的圆放大 一样老样子选取 把它扩大 一样扩大到30 有没有 放大了 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这是一个图层 然后图层上面呢 有一些 图案 然后其他都是什么 空白的 如果有这种状况 有一个概念很好用 你直接按右键 找图层的地方 图层有一个什么 透明度 因为其他是透明的 这个透明度 你看是不是又来了 你可以把透明度 转换为选取换围 好 透明度 把它转换为选取换围 就是有颜色的地方 你也可以这样子 有没有 加 移除跟交集 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东西 我们现在一样是移除 因为这个我们扩大了 然后等一下呢 我们调出来的时候 是这个范围 我们把它移除 就被减掉 就说图层 还有图层也可以 图层可以做加减乘除 路径也可以做交减乘除 如果你的图层是属于这种状况的话 你看 图层 有个透明度 移除 是不是就出来了 你看这个是大的 减掉这个图层 的这一个 是不是就出来了 你说 那怎么办 现在呢 各位看着 我们再加一个新的图层框确定 是不是加上来了 但是这个什么 选取区还在 选取不会动 选取区不会动的 那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图层 你可以跟他填充 就出来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个是两层 各位看到没有 这其实是两层 那你如果愿意的话呢 把上面这一层 点一下点上面这一层 用滤镜 用模糊 稍微跟他高湿模糊一下 对不对 OK 然后 然后 XY 有没有 XY你跟他 高湿模糊一下 不行不行 要先把那个选取取消了 选取 全部选 因为你不取消的话 他就会被限定在那个范围里面 按住他 你看 是这样子 把选取取消 滤镜 模糊 高湿模糊 这个地方就可以变化了 这个地方就可以变化了 这两个是连起来的 确定 是这样子 然后你再把它往下拉拉一层 就会是这样子 就一个 边框是模糊的一个状况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教 你怎么操作这个 边框的 部分 然后有三个 有三个 就是透过 选取的 加加加加减乘除 交集减去 或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透过类似这样子的 涂层 涂层 涂层里面的这个 透明度 来 选出来 比方说我们现在是选出来 各位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对 假设我们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你看 我们先把它关掉 这个涂层是这样 按右键 涂层 透明度 把涂层选出来 选出来了 刚才我们是直接选出来 那就像我们讲过的 你也可以什么 选出来 如果之前就有一个选取在 你可以加进去 可以移除 可以交集 就像我们刚才教你的 前面刚开始那个加减乘 成熟 那个概念一样 就可以做出 可能是你想要的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 就这样子 一样 这个概念都是一样的 边框的操作的方法 大概有这三种概念可以去处理 我们先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